大家好,好久不见 其实不是,不到一个星期 今天在美国是4月1号 你们那边可能已经是2号,我不知道 反正我今天想拍的视频 就是有关我1月份所立的flag 我的新年决心 我想再一次分享我在这个方面的掌镜 我估计你们早就忘了这个事情 有人他们还在追求他们所立的flag 那你们在下面评论,我真的想听 反正我1月份我立了很多flag 然后我一直到现在有的失败了 有的还在坚持追求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乐观,觉得很开心 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坚持 所以我们就说一下我1月份立的flag 然后哪些做的好,哪些做的不好 第一个,每个星期运动3次 这个已经完全失败了 2月份完全失败了 你们知道2月份我在过一个流浪生活 那个时候,因为我回不到中国 因为我老是不让我回去 所以2月份因为我一直在过一个流浪的生活 我就运动这个目标就完全失败了 但是这个月,就是3月份做的好很多 因为我回到家了,然后我可以在家里运动嘛 就比较方便嘛 但是2月份我彻底落了空 泡汤了,没做好 第二个方面就是 这1年一共读35本书 我已经看完了9本书 我每天都看了圣经 没有1天落空,每天都做了 但是祷告的方面,我确实错过了几天 好像一共有六七天没有祷告 我就是忘了 如果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是1月份决定每天读圣经 每天祷告,不错过一天 但是我祷告那方面我错过了几天 因为我是基督徒 就是如果你们一直关注我,你们知道 但是信关注我的人可能不知道 可能觉得突然说什么宗教的东西 是因为我是基督徒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一定要每天都做 因为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永远存在的灵魂 比生活上的这些 比如说钱啊或者什么更重要 是为什么我更注重读圣经 祷告跟神沟通的这些方面 因为我觉得这方面 比一些物质条件或者物质的东西更重要 所以差不多是这个 为什么我我这么重视这些目标 下一个就是毕业 我想毕业 在这个方面我已经教了我论文的第二高 然后还没有考中文的六级 我现在就不能考了 我得等到这个疫情过去了 再考 但是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学中文 我不担心 我就可以这么说 不一定会考的特别好 但是应该能通过吧 下一个就是在这一年结束之前 我想达到在三个平台上 微博 今日头条 还有bilibili上 我想达到50万个粉丝 一共50万个粉丝 我马上达到10万个粉丝 1月份我立这个flag的时候 我以为会太难了 我做不到 但是最近我的粉丝长得比较快 然后我感觉有希望了 不一定 但是是有可能的 下一个目标很具体 就是看完论语 还没有开始 我还在看别的东西 可能等到6月份再开始吧 论语的话我当然要看现代白话文 我看不懂他原来写的文言文 就是看不懂 下一个目标 就是有两个跟说话有关系的目标 一个是不要说一句伤害别人的话 到现在我犯过这个错误 说实话 我有点忘了 就是因为用外语的话 你不能随便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 你得仔细的想才能说出那样的话 但是我回家的时候 就是有几次 我就是我跟我妈妈说的一些比较随意的话 然后我发现那个确实是不合定的话 虽然不能说是有意的 但是也不是无意的 因为我明明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是是那种没通过思想就说出来了 我觉得特别特别不好 这样说3月份 我没成功 在这个方面我没成功 因为我说出了伤害别人 这个月我想做得更好 最后一个目标 立的一个flag 就是不想说一句自夸的话 这个好像我没发现有没有说过 我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好像还行 但是我不知道 这样说出来是不是就在说自夸的话 因为我在跟你们说我成功了 复杂 复杂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骄傲和谦卑 这个品格很复杂 因为你一觉得自己很谦卑 你就很骄傲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般来说一个人觉得他很谦卑 是因为他跟别人比较 然后你一跟别人比较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比他好 然后你那就骄傲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太难了 我最喜欢的作者他叫路易斯 C.S.路易斯 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是这样定义谦卑 他说谦卑不是你觉得自己更差或者更好 或者什么 是你能够完全的忘我 如果你能把自己忘掉 完全的考虑对方 对象或者周围的人一点都不考虑自己 就是你知道你认识自己 你知道真相 自己的确定 自己的优点 这些东西之后 你完全的忘掉自己 这就是真正的谦卑 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定义特别好 所以因为我们一般 我们是不是围着自己生活吗? 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毛病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 你们有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真的认为我们人类的一个特别的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每个人围绕着自己 不会去考虑别人的这个他们的感受啊 他们的需要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不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歧视别人吗? 就是这种种族歧视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自己的优点 一直在想别人的缺点 那就很容易看不起别人 因为我们是围着自己生活 围着自己想 我分享这些 是因为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 我为什么立了这样的flag 我立这样的flag 不单单是因为我觉得 说自话的话是不好的 有更深入的意义 因为我知道自己很自私 自己一直围着自己想 一直围着自己生活 然后我想改变 然后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 是改变自己 不是为了为了得到神的爱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 我们我们想改变 符合他所喜悦的 是这样的 所以呢 那就是我所有的目标 希望你们喜欢这样的视频 我挺喜欢分享这样的事 也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下面评论 我想听一听 我知道你们立的各种各样的flag 我知道我想听你们做的怎么样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优三连 如果你非常喜欢的话可以关注 如果你简直爱了 那你就可以转发 谢谢你们不断的支持 下次见 Adiós muchachos